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安慰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烂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 《拼经济》 《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讲讲大英的事情 亦都要跟英国的手足说一声 郑重啊,小心点啊 英国的Plan A 即是比较宽松的防疫措施 昨天,因为它27号就是我们昨天 就已经是正正式式地开始了 口罩呢 当然 由27号,即是我们28号 英国 只是呼吁 但是不强制 民众在特定的场所 比如公共交通工具 商场、银行 以及非法铺 电影院 戴口罩 同时,学校也不再要求学生 在课室内配戴口罩 只是需要 在学校的公共区域 好像走廊这些地方 配戴口罩 但是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虽然政府是取消了 配戴口罩的法律性 但是 伦敦地区的民众 记住 因为我看到有个盲目 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移英老师 他说 不用戴口罩 太好了 哇 是取消了法律性 但是 伦敦地区的民众在 承搭公共交通工具时 依然是戴口罩的 记住 这件事 不要 他们说 哎呀 这些 春风化语 春风化语 化你的头 你 听到这句 生气 你自己做老师 春风化语 教坏人 因为 正正式式来说 在伦敦地区民众 承搭公共交通工具时 依然是 佩戴口罩 如果不戴的话 你有可能被赶下车 而一些商场和超市 亦都是有自己决定 口罩令的权利 好像 John Lewis 这些商铺 已经宣布希望扣物的人士 坚持戴口罩 另外 马沙和Tesco 等等的超市 亦都没有公布任何变化 当然 现在 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 看球 看看你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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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回 当然报一报数 今天好了一点 过去24小时 虽然说好了一点 但也有差不多9万例 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的确诊数 有89,176个个案 走了的人就有 277人 有一个消息 就不是那么好的 就是 弟弟的 感染率 达到 11分之1 11分之1 有11个小孩就有1个乱罪 这件事 相当地令人觉得 不是那么好 因为 大人始终免疫力强一点 但是小孩 不是那么强 免疫力 要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我们看到 现在根据牛津大学 结构 生物学教授 叫做James 他说 2到12岁的儿童 他的 感染率是超过10分之1 10个 10个就是1个 我们看到在这个年龄组当中 感染 新冠之后 原来 严重程度是高过老人家 因为很多儿童没有接种 没有接种 另外 12到16岁 这个年龄层 个案亦不断 增加 所以确保这个年龄层的人士 接种相当重要 都是那句 有得接种就接种 有得接种就接种 有人来踩场 你又不说其他副作用 有得医的 盲目 有些是没有得医的 很多都是有得医的 好心看看 看看数据 我们介绍一位 你都可以说 是不幸的 女士 都挺甜的 奖上 记名女 是的 叫做May May Walton May 是英格兰某间大学的一名 护理系的学生 自从2020年 九月份起 四次种了新冠 哇 而且 他种的是四种不同的变种 你想想他20岁了 20岁了 为什么 会这么容易拥有的呢 为什么经常会种 因为他整个国家都很容易拥有的呢 而且他是 医护学生 也是容易一点的呢 May 今年20岁了 第四次出事 是在他 登机之前 就是坐飞机之前查出的 他原本 想着飞去洛杉矶 结果在飞之前 PCI 检测 是阳性 当时他非常崩溃 因为旅游计划 没有了 而且 他经过第四次出事 全程都戴口罩的 除了上班 也没有离开过家 可谓是两点一闪 因为每日要工作九个钟 但是 酒吧 人多呢 闭闭呢 还有空气比较差 你知道 那些地方 都是 没理由 开枪 你 跳舞 好像 你当然 怕吵着人家 所以很多人都关门 酒吧 哈哈哈 另外 因为九个钟头工作 所以 根本没时间做其他事 每日都是两点一闪 做完工就回家睡觉 然后 继续工作 后来他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留鼻涕 他以为自己是 敏感 哈哈哈 所以当时以为 也是敏感 结果 在他母亲劝告之下 就进行了 核酸测试结果是阳性 后来就在家旁 到了2021年1月 他父亲 他父母也买了 那么 现在他很注眼 避免接触 将外卖放在父母的 房门口就算了 但是 两天之后 他 PCR检测试也是第2次 是羊羊羊 他就怀疑 第1次是Alpha 第2次是Delta 第3次 Omicron 他就说 几个星期之后 在2021年 1月他买过一次 之后 2月的时候 一位远房亲戚 在布鲁塞尔买了 就不知是什么变种 不过 跟之前两次比较不同 可能是 加麻 他就说应该是第2种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你说得对 大马上 他真的是Omicron 还挺无奈 我们苦笑 没办法 第2、第3次 他说 反应不太大 第4次 买了 他就 羊羊羊羊羊 羊羊羊 几日之后 就出现了 类似流感的症状 他很无奈 就说 真是非常有趣 我作为一名医护学生 每次 买东西都跟工作无关 一次 照顾亲戚的 比利时也很厉害 我们之前说过 比利时 要叫那些人在家工作 令到很多人出来示威游行 亦有一个 说回这件事真是好笑 我们说了比利时 欧洲最强战神 买了新冠 但到他走那一刻都不相信 他走了 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超 几日之前 又差了 我们说这件事 这么迟 我们当时 一出新闻就马上说了 这个肖若元 可能是他自己看新闻 不过 都很留下 你的时事 这么迟 你先说 当时比利时最强的 应该说欧洲最强战士 就算他老婆 到他老公 临走那刻都说 他很强壮 他不是因为这个 而离开这个世界 是稀稀的 医生也说是 你却不相信 另外他也说 在医院 和新冠病患者接触时 反而是没有出事 但是 要么就是 在酒吧 要么就是在亲戚 之后就是 父母住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就不知 为什么 就不知为什么 他在医院工作时 应该有穿 那些 PPE 所以 防护是好很多 好很多 我们也说回来 之前我们介绍过 这个Omicron的阿梅 BA2 BA2 原来真的 发得很快 在英国 我们看看 近日 英国的确诊数 有所回升 因为有时候 应该说 起起落落 但是 9到10万 走手不了 今天已经 8万9千多 即差不多9万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原来 这个现象 一大部份的原因是 因为 Omicron变种的亚种 BA2 的传播 是十分快的 我们说过 它很快的 而且 PCR不一定是知道 它存在的 这是最大事 截止到 上个星期 大家知道 BA2 即是Omicron变种的阿梅 11日之内 是多了700% 真是瘋了 没错 当然它单周的传播速度 是经过高峰时的Delta变种 经过 另外 BA2的亚种总数 已经是 426 当然我们现在有的数字是 我们做节目时不代表最更新 但是我们找到的就是这个数 因为你知道 很多报纸 或者英国的官方网站 会即场更新一些资料 我们做节目当然看不到 11日上升了700% 主要是集中在英格兰地区 多个国家 对 这个BA2进行了研究 这个就是 Omicron变种的亚种 亚株 速度 这个变种已经很快了 它更加快 英国 卫生局也说 BA2 已经成为了丹麦 德国 印度 瑞典 新加坡 不断地 出现的新型亚种 四十多个国家有了 四十多个国家有了 最近 BA2 这个亚种 导致的 发病率 急剧上升 特别在丹麦 和印度 你说印度 我都可以理解到 因为 印度就是 这么说 大家知道 基建比较差 包括医院 各方面 有些地方 狗流流食地球 对不起 狗流流食地球 但是丹麦 号称 它真的是富裕国家 而且 相当地先进反达 想不到这么大事 但是后来我看了一条新闻 就知道 原来丹麦可能 成为欧洲第一个 基本上 新冠措施全部解禁的地方 当然 你解禁的话 会不会有后果 一定有 一定有 最近几天发现的个案当中 BA2这个亚种 急剧上升 而且BA2在基因上 和Omicron非常相似 但是 它发展的速度 还要有待观测 一系列的研究已经表明了 在接种人群当中 Omicron 目前有的数据显示 比较Delta变种温和 我们很严谨的 这个谭德塞说的 只是比较Delta变种温和 不代表你没事 不代表你没事 你要想想 像那个 傻L 那个什么大妈 那个Biannoga大妈 中了就没有美国 是吧 另外 买BA2最多的 丹麥 他们卫生官也说 疫苗依然对BA2有效 有一个 乐观点的数字 不要经常说悲观 原来 英国12到15岁的年轻人当中 已经有九成人有抗体 其中英格兰有 90.9% 苏格兰90.7% 威尔士就88% 北外就90.7% 不过 更小年纪的8岁到11岁的人 因为没有接种 所以抗体就比较低 你要记住 所以接种也是重要的 因为年纪大一些的人 虽然都是儿童 但是他们接种 所以接种是那么重要的 我们看到 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就说 英国学龄儿童的 感染率 很快就会到高峰 刚才我们也说了 现在是 10个就中了一个 可能他就这样说了 这么高的时候 很快就会到高峰了 不过 由于这个 Omicron变种 BA2的 亚种的出现 专家也担心 在 春天之前 会继续保持 高的个案 不用担心每天都是 因为这是现实 专家也说 BA2这个Omicron变种的亚种 在一个月内 会成为主流的 病毒 那么 唉 就觉得 他们也不理那么多 是的 有些人说 我是这样 不害怕 但是 你就不要后悔 我知道有些人说 我们之后也会说 傻人 傻人 在哪里 那些是可怕 真是愚蠢兼可怕 我们觉得 好笑到不得了 另外 这个 Plan A 还有其他的 措施 其他措施包括什么呢 包括 这个 旅游和度假 因为我看到 BNO9 很棒啊 我们可以旅游 看看香港多惨啊 从2月 11日开始 凌晨4点 他们很喜欢凌晨4点 跟我们不同 所有接种了两者疫苗的民众 在入境之前 将不再需要 进行登基前的检测 入境之后也无需进行隔离 交通大臣 这个 Grant Sharps 他就说 入境的民众 只需要填份表 就可以了 意味着 包括登基检测 到达 的 检测 入境 隔离 以及相关的 费用 都帮你省了 是不是很伟大呢 同时 Grant Sharps 交通大臣也说 从2月开始 12到15岁的 不同 都可以下载疫苗 电子证书 另外 刚才我们也说过 参加大型活动 好像参加 观看 足球比赛 去 夜店 的人 也不需要出事 疫苗接种证明 或者阴性报告 所以 这个政策 就被誉为 被誉为一个 重开这个 鬼魂关 我看到有些报纸 因为 因为 看播有很多人 几万人 他们现在 就是 走开放的政策 不理那么多 真的不理那么多 唉 也好 对于 B&Logas 不可以常常笑香港 但是 香港暂时 香港如果听你说 行这个开放政策 你们招骂 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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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奸人命 亦情那么严重 你开放 浪漫 浪漫 不用说 关闭 人民好惨 没自由 你玩了 你 我们说回英国的养老院 新政策 从 月底 1月31号 开始 养老院对探访人数的规定 不理了 全部开放 取消了 规定没了 大家将可以自由地 养老院探讨自己的亲人 这是一件好事 2020年3月开始 很多人就没办法 全部人去 探讨他们家里的老人家 所以好消息 养老院 只需要遵守 疫情管理规则 叫做 一些基本规则就可以了 其他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还有 还有 2月16号开始 养老院的 护工 无需要上班前进行 PCR检测 只需要快速检测 如果 养老院发生了紧急的状况 护工也可以 到老人家家里进行护理 隔离时间又怎样呢 我们看看 最迟 最迟 就会在3月24号 政府将不再需要 强制 新冠的 确诊 进行隔离 即是隔离 不用 别人都不管你 根据目前的规定 所有的 确诊者 都必须在家里 最少进行 6天的隔离 但确诊 确诊者 和他密切接触过的人 已经 而且你接触了两制疫苗的人 就不需要自我隔离 但是 和确诊者 但未接触过的人 就要进行隔离 否则就会 罚款1万磅 这个又很紧 另外 当然 居家工作规定 取消 政府就希望大家都可以 尽快回到自己的工作 崗位 也可以带动 CBD 即是 市中心的 消费 这样 经济才能看到 增长 这个约翰逊说 我做得很好 他经常都觉得自己 啊 怎样 做得很好 因为现在 Plan A 才刚刚过了 一两天 是不是好呢 某人知道 某人知道 我就觉得 一下过这样 当然 有些人就觉得 我是喜欢这样 这是你的选择 但是 我就觉得如果你害怕的话 就最好戴好些口罩 在英国的网友 或者你小孩 最好戴好些口罩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 当然 现在Omicron 说多一次是相对Delta的中来说 是轻一点 但是 每个人的case 不同 每个人的个案 不同 又或许你 是很糟糕的 有些人是很糟糕的 甚至是 每天都有人离世 你都知道 对吗 另外 那天 戴马尔提供了一条很有趣的新闻 有人偷油桶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大件的东西 你偷了之后 你家里有没有地方放 会有BNO做的 或者是怀念港英 这个不是港英 这个是鹰鹰 英国的鹰 现在也是鹰 只是怀念港英 对呀 因为 有人 偷些油 而且你拆它也挺重的 对呀 又要再 哎呀 所以现在 已经有11个地区 的油证服务 是要延迟的 报纸就说 10天之内 不见了9个王家 油证油桶 这些 原来 真是赚到钱 这些传统油桶 一个可以拍卖的 几千磅 当然 犯法的事情是不对的 千万不要做 千万不要做 那说回 古董商人就跟报纸说 曾经在网上有人问他 喂 要不要好东西 王家油桶 甚至 他说 快点买吧 有些人最好快出到五位数 那这些油桶上 原来 就是有 珠丫标志 这些 是古老一些 因为他表明了 是在 英皇 乔治五世或者六世 期间 是装上去的 记不住信 但真的很大 很重 他比普通的 还要大一些 那个 和这么大东西 拔的时候 为什么会 没人报警 这个也挺好笑的 这么大东西 是吧 好 今集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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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